小先生 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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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天 方老老师 你好 走 你怎么找到这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呢 有一首叫《曲经通幽祝》 《曲经通幽祝》 《禅房花木声》 这次 这个剧就是出自咱们这个昌熟 是吗 OK 那院子真的很好 很安静 你平时在哪儿时间多一些 我是三个地方 三个地方 北京 广州 苏州 所以你三个地方的时间分配是什么 北京和广州稍微多一点 因为广州还有一个国业大典 当时怎么想起来做国业大典 因为他们找我嘛 就说没有品牌 我说你知道广东音乐叫什么呢 他们说不知道 广东音乐就叫国业 我说依省为民兵 又没有地方有 只有唯独广东 叫广东音乐 以世为名字的音乐 朝铸音乐 都在广东 所以广东音乐在二三十年代 在上海滩是非常流行的 都在歌舞厅里面 什么步步高都是跳舞的 都是那个萨克斯风啊 什么小的 全用进去了 广东是一个包容的 这种文化对您也是有影响 我那是这样子的 我是喝了三江水 所以我是混江龙 为什么这么说 我老家是安徽安庆 对 华美学的发源地 对 实际上我父亲是同城 我是方包的后裔 家谱当中有 有 这算第几代了 我说二十四吧好像是 文人家庭 对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收集乐器呢 就是因为家里面老说 这个大气两百年才能爆出文路 所以我大概在十六岁的时候 我花了五十块钱 那个时候我的金帝费在六块钱 十六岁 五十块钱买什么呢 名不清楚的琵琶叫春夜游 这个琴还在 那个琴是能弹的吗 还是功能 当时后来修复了 当然我修复了 我现在很后悔 为什么 还不如 不如不修 因为修了把我那个 很多文路给搞没了 我发现了我们的这个文化的 这个还是年轻 是是是 所以这个我觉得文化要反省 所以我现在经常在反省 什么叫文化自信 只有你了解的越多 对传统化了解的越多 你就越会自信 这个我们有个文化吃的文化 对 所以我们就上菜了 对 吃文化那是绝对 我经常到国外去 我说你吃那中国最牛的 是 我是冬刀主 来 是是是 谢谢 谢谢 您现在对于这个 吃有研究吗 太有研究了 太有研究了 我这个 我的菜 蔡兰先生还写过我的菜 真的吗 我会做菜 我喜欢创业 真的吗 我曾经用一个苦瓜 做出人生的五味 叫甜酸苦辣酸 对 一口咬进去五种味道 可能学完音乐以后 我就发现了音乐 为什么琴其俗话 琴为首顾人 所以琴之下是一种智慧 它是告诉你怎么样的去处类旁通 对吧 你看音乐的乐带来是快乐的乐 没错 快乐的乐 反体自一家草还变成药 它还治愈的 有音乐疗法 对 文音疗急 对啊 所以咱们吃饭去干 虽然咱没有乐器 你看这是牙签吧 在我这就是乐器 怎么讲 我的天哪 哎呀 太棒了 方老师他们说您能会一百多种乐器 数量对我不重要了 可能不止一百多种 您这个如果随手可以吹响的话 那就何止一百多种呀 脸皮也是乐器啊 对啊 对对对 打击乐 打击乐 对 它有旋律 对 这个一定要有特点 脸皮一点厚薄不可以 所以每天弹 保持美容 还能瘦脸啊 对啊 美容啊 一股紧致 小时候啊 学校里面的教育 家庭的教育 哪一个分量更重要 我是说跟音乐 两个都很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 一个是我的父亲 那是我的引路人 还有一个小学的 我们宣传队的一个上海的老师 是个大家闺秀 非常厉害 他会发现我的强项 一眼金句 那时候小学 那时候拿那个七七百股团 把我直接送到金句团学金湖 那你节奏感又特别强 特别强 你看现在这个管鼓是这样敲的 它就是一个琴啊 所以现在这是童子宫啊 我打击也是童子宫 我那个老师就特别会培养小孩 他老师鼓励 金龙 你行 我看着你肯定行 行行行 我今天就行了 我在小学毕业的时候 我已经会十几种乐器 笛子啊 绑鼓啊 金湖啊 琵琶啊 柳琴啊 三弦 我已经都会了 所以你是你们学校 最受宠的男生吗 应该是 那个时候 对 那个时候 我在学校是非常光彩 因为他就是觉得这个小孩聪明 这什么活都让他干 能者多劳 对 我那个时候也是特别有兴趣 因为我们班有很多调皮捣蛋的 打架的 全在打小楼小场 平常要做我的 这是我是指挥 对对对 听我的 我把他们给 搞定 搞定了 因为艺术面前 他们很老实 打小楼 他要配合 配合 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 呦 我是孩子玩了 很有自信 我们一开聊呢 这个菜也冷了 对对对 我们先来尝几口 好吧 好 好